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王国珍就给他签了名 签了名同时还给他写了几句话 告诉他吸烟油还健康 因为王国珍吸过烟 后来说他不吸烟戒烟了 听说是因为他发现肝 但是当然最后戒了烟恐怕也是 而且王国珍曾经有多么火 这个咱们都知道吧 我知道 可是你发布发现非常奇怪 你对于他一无所知 就是他这 他这去世 是说个人生活是吗 对 我才发现当时那么火 但是我怎么对他一点八卦的兴趣都没有 就当时我只知道王国珍的是 那时候也没有什么八卦的 没八卦的事 对对 因为他最火的时候是 上个世纪90年代初嘛 80年代末 90年代初 正好是我离开文学界那一段 因为他 你那个时候是文学编辑啊 对对对 因为我们那时候 因为这个就是 文革以后吧 先师哥 我们就说师哥界哈 是蒙龙诗先热闹一阵子 这个蒙龙 蒙龙诗的他普及度远不如这个 这个王国珍的诗 对 所以王国珍的诗呢 正好是这个 80年代末 90年代初那批大学生 那批都是新鲜的大学生 不是 七七七八级那老炮大学生 七零后 那批大学生都什么人都有 都是都是社会 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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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尖子和尖子 而且某种意义上讲 还是社会游子 就是他对社会的事情经历特别多 所以呢 他不大看这些东西 但恰恰是后来这一批 就是大概是87年以后入学吧 然后这些人 他就是就是从学校到学校的这部分人 正好走向社会 又看到一个分杂的社会的时候 因为大学算是走向社会的第一站嘛 嗯 他不能算 尽管他不能算完全走向社会 他也不是完全上师上学 所以呢 王国珍的诗在那里 红是有一定道理的 哎 现在这个你知道 就他这一去世啊 呃 也是死后有点小小不安宁 嗯 就是文坛开始这个争论 就很多人开始争论 比如说有一派就说 王国珍就是鸡汤鼻祖 嗯 写的这个诗啊 太浅显了 没有太大的文学价值 但是另一派的人呢 就认为 就是说他 在我的当年 他也影响过我 嗯 等等等等 反正就发生这种争论 就是说这个心灵鸡汤嘛 就是他写的这种 这种诗 你还能记得他写的诗吗 哎呦 那天我一看新闻 我第一个反应 就是我觉得很多人 就是像我这个年龄 七零 所谓七零后的 很多可能第一个反应 就是哎呦 回忆到我初中时代的 或者我高中时代 我我对我来说印象很深 因为我后来 你也看了一下 有人也回顾了一下 王国珍的这个这个成名史啊 对 就跟我的成长经历 就有一部分 我就能回忆起来 因为他就说 后来那个当时 我记得我我上学的时候 有一本还好 很红的杂志 叫辽宁青年 我不知道你们那时候看 很小的一看 刚才发现他很大 然后呢 他就经常登这个 王国珍的那种诗 然后正好是 我们那时候看 哎呦 就特别愿意抄在那个 那天我们的同事 还开玩笑说 那叫贺年卡的 这个叫什么诗人 好像哎 大家同学 因为他又没有 那么明确的指向 也不像有了 后来什么专门写爱情诗什么 你发现他的诗 很适合同学之间 送 然后什么 朋友之间送 因为好像那个时候 就初中生吧 朦朦胧胧胧 对那个文字啊 对什么 有一点感觉 但是又思想 还没有到那种成熟 哎 我发现这个 同学之间 写贺卡 我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就那句啊 既然选择了远方 便只顾风雨千成 对对对 特别喜欢这句话 你知道吗 哦 你喜欢这么句话 对对 初中生 不是我认为 我认为 就是今天 不光是我喜欢 习大大还读过 习大大读过 什么什么 没有比脚更长的路 没有比人更高的山 没有比人更高的山 我远远 就是什么 明言景致吧 这种 这是习大大 引用过的话 对 就是刚才他说那句 其实你今天看啊 其实我不认为 他 一点价值都没有 如果真的这个诗浅显 谁浅显 浅显要说 刚才说什么 心灵鸡汤鼻祖是吧 鸡汤鼻祖是 白居易那也浅显 那更浅显 白居易写的是 全大白话 你知道吗 有包子写包子 有饺子写饺子 都是大白话 他就 那你白居易写的 琵琶行 那是因为 你 那琵琶行 是他在这里算 立作了 他大量的诗歌都是 你比如说 他写一个 他自己做一书柜 他说破百座书柜 这个什么 贵老百富奸 收住谁家籍 提云白乐天 那不都是大白话吗 是 那么这个 这个温国珍呢 他当时我觉得 他的出现呢 正好是改革开放的 这个初期起来以后 因为改革刚最初期 人是禁锢的 有点像龙子里 放出来的雀 根本不忘远处飞 直接就漏龙子旁边 都观望的 但是等这个 十年改革结束的时候 大概就是这个 八十年代末 九十年代初的时候 温国珍的这个诗出现 正好跟这个社会 动荡 价值刚开始有所变化的时候 开始起作用 他刚才说那句话叫什么 我既然选择了远方 我就什么 只顾风雨 这个话说的很好啊 我不是想是否能够成功 既然选择了远方 便只顾风雨兼程 说的多好 还有就是说 要输就输给追求 要嫁就嫁给幸福 不这话有点 有点鸡汤 那前那个不鸡汤 就是前面那鸡汤 人生并非只有一处 缤纷烂漫 那凋零的是花 不是春天 就是你知道 我意外的还知道 你知道吗 汪国珍先生 你就所以我说 他当年我知道 他有多么火 但是非常奇怪的 就是我对他这个人 怎么可以毫不关心 以至于他死了 我才知道很多 我过去完全不知道的事 比方说 他参加过 他最火的时候 他参加过中央电视台 组织的那个主持人大奖赛 我好像有印象 他进了前几名 你跟许歌辉 没错 许歌辉拿了第一名 他俩搭档吧 他俩搭档 他跟许歌辉拿了第一 他好拿了第八 对对对 你说我想起来了 你说这是某种程度上 我觉得也挺没架子的 是不是 当年那么火了 这中央台说 他们跟于秋宇老师 在文坛地位差不多 是吧 这现在我跟你说 这两天 他们都有人说了 说这汪国珍走了 你们就吵成这样 这要是 于老师评价一下 你们会争议成什么样呢 不是 我觉得汪国珍 他的存在 其实是有价值的 因为他伴随一个 一个文学现象 叫诗歌 因为诗歌 我们老说 我们自己是诗的国度 但后来突然发现 诗歌没有标准了 谁出来都 都另立一派 就各种派 咱们现在不点名 一点名 马上就有人攻击我 就说各种派别 什么话都可以 随便拿一菜单的 晚上就说 我这是诗 就是诗 以后我们叫菜单的诗 是不是 那也是诗吗 你可以朗诵啊 有人直接就可以 拿着菜单的朗诵啊 是吧 这个红烧肉片 6块8 这也可以朗诵啊 所以诗歌当标准 丢了的时候 我们从新诗开始 从民国新诗开始 大家试图找到 一个诗歌标准 但是这100年来没有 古诗是有标准的 我们说的唐诗诵词 都是有标准的 那个标准 大家都很清晰 今天是因为 丢失了标准以后呢 所以就是诗歌就 被误认为 没法评价 我先给你看看 几张照片 我觉得今天的年轻人 未必知道他是谁了 这个 这是王国珍先生吗 王国珍 这是大概三个 再看 王国珍当年的这个 就是说他是盗版 被盗版盗得最厉害的 不是有一个 十几里最多的 我跟你说 就是拿了几本书 这是参加那个电视大奖赛 对 他不是第八啊 他是第六 他是第六名 许歌辉是第一名 他被许歌辉搭到 前面那穿病号服的是谁啊 这不是电视大奖赛 这是诗歌比赛 这是诗歌比赛 但是你知道 加上盗版的 比有两三千万 他的这个诗集 但是他自己讲 好像他自己也挺生气 就这么多的这种盗版嘛 但是他就说 就正版的 就得有六百万 六百万册 你知道当年这个 你知道在他之前 最火的就是那个朦胧诗集 就是这个顾成啊 或者什么 北岛 他们最后不是编过一个朦胧诗选吗 对 那个就算是盖了帽了 那个大概是二十多万 二十多万 然后再后来 汪国珍再一出来 六百万 所以你知道 这个大讨论呢 有人说是纯真的记忆 还是鸡汤的这个毒药 你想 什么叫鸡汤的毒药 鸡汤也是好东西的 对对对对 他就是说 你看这就有几种观点 导王派认为呢 鸡汤诗歌是文化贫瘠的反应 他们在怀念汪国珍 他们是在玩青春自恋 而不是青春纪念 对吧 包括这个 还有朱大可呢 说鸡汤诗人谢氏 所引发的超长赞美 说明文化贫瘠时代的中国人 对鸡汤的记忆 嗜好和依赖 已经到了令人心痛的程度 这个话就说的非常过分了 然后呢 但是也有这个挺汪的 挺汪 挺汪派是什么呢 就是说 你们骂汪国珍的人 还是给自己留点人道主义的底色吧 不要因为没有人愿意顺着你们去牺牲 就去诅咒书写热爱生命的人 他认为汪国珍的诗歌是个人主义的 他没有作恶 喜欢过他的人也没有因为读了他的诗而作恶 我觉得这争论有点火药味 还有人就说 那个年代的人们叫质朴的情怀 崇高的理想 纯净的为人 说汪国珍给当时的年轻人带来了全新的人生体验和价值观 客观上也有力助推了当时诗歌热的兴起 咱们先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而且你看这个汪国珍就是说 我现在想起来啊 他真像他的一个诗里说的什么 既然目标是地平线 那留给世界的就是一个背影 你觉不觉得现在咱们想他 他就像是一个背影 这个人是个什么性情 是个什么性格 你很陌生 我要跟你一讲 有些你会吃惊 就是他跟一个 比如说他会跟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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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一个年轻人啊 交忘年交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年轻人能够背下他全套的这个诗集 然后呢 比如说他当他得知他患肝癌的这个消息的时候 他跟这个年轻人讲话 都是诗一样 就在在念他的诗 就说哎 我的肝有点小毛病 然后你还记得那首我写的那首诗吗 这个年轻人就背一遍 他就很高兴 然后你知道 所以我觉得他是不是当年的那个年代 我开始揣测呀 这个人是不是当年的那种所谓理想崇高年代啊 真的他心里是有挺纯真的一面 比如说他会跟这个记者打电话问 你就你咱们觉得啊 这个有点十三不靠了 呼阁极乐图 你知道呼阁极乐图的案子 他很关心 他一直打电话 最后呢 他就打电话问这个年轻人 说这个制造呼阁极乐图冤案的那几个坏家伙 有没有抓起来 然后那个年轻人跟他说 还没有 然后他说 温文尔雅的汪国珍 说了他听到唯一一句脏话的 你这 我一想汪国珍在我心里就又有了一点了解 我觉得汪国珍因为我跟他见过 见过聊过简短的聊过天 但是我就见过文学 你对他什么印象 他是一个基本上算是表里如一的人 就是他写的诗歌跟他那人是对得上 就他真的相信 因为我看到大部分人都是写跟人对不上 就是这人说一套做一套 有的人这个写的特别温文尔雅 就是底下脏话连篇 就是完全不是不吻合 他是一个行为跟他作品是比较吻合的一个人 他比较内向 然后你包括他在他的诗歌受到这个热捧和恶评 你知道这事很麻烦 就是他是公众的自发的热捧 他那时候还真没有现在什么粉丝经济这种词 也没有谁给你做局水军什么都没有 他是真实的存在 真实的热了 真热捧吧 但是恶评呢 是我当时因为我那时候还跟文学比较近嘛 所以能看到文学界有些人就嗤之以鼻 就觉得这事太浅 但是他不知道 就是对于对于当时的这个高中生 这个乃至刚上学的大学生来说 我老觉得他这种东西是特别适合他 我们今天你翻过头 这个他从他90年到现在25年过去了 你今天还倒真找不出这样的这样的诗歌 你最近引起轰动的像余秀华这样的 余秀华的那个你哼是不能让全全全全中国的大学都说我穿过半个中国去睡你 成天说这个肯定是不行的 但是余秀华今天这个能火 他有他的一个劲 有他一个劲 他反映了某种肮脏性 余秀华他再火 他跟王国珍当年的火完全不在一个等级上 你今天余秀华的书 就在今天这个出版界这么不景气的情况下 你卖个几完册 你觉得非常火 跟他当时的那种手抄状态 完全是两个状态 没错 当时的手抄可没谁逼着你去抄 而且我还记得他跟那个叫什么庞中华 他还不知道怎么弄到一起 庞中华字体还都是王国珍的诗 还记得吗 就一边练字一边等于默写 你仔细看他的这些诗 你仔细看这些诗 这些诗我起码认为 对当时在校的学生们 不管是初中高中大学 它是有力而无害的 或者说力决远大于害的 有人会认为这种心灵鸡汤是有害的 对不对 有人认为 你比如刚才你读那个什么 教授里说的 他认为是有害的 但我认为 今天就这一类东西 我们都看不见了 你会看见还有什么呀 这一类东西看见了 也会被认为是虚假的 不一点都不虚假 你像刚才说的什么 只要你选定了什么远方 风雨坚诚 这是很真诚的事 今天你选定了任何一个 你想成功的目标 一定是风雨坚诚的 对吧 这是从来没有人否定 这个汪国珍诗歌的这个真理性 他说的都是那种不成功否认的 他可能是讲他的那个诗歌里面的这种 比如说那个审美趣味 就觉得现在来看就比较浅显 比较简单 那远比这么说话强 就是像中学生日记了 现在他实行这样一种说话的方式 他可能大家觉得这种声号 就是说比如有的人出来就说 我那历史的沧桑穿过我思想的永远 什么你听懂了吗 他大概是这么个说话方式 他这种声号 某一听历史沧桑思想永远 这个词全捏到一块去了 听了挺对劲的 其实他是把这个 就是他的诗歌中呢 把这个哲理 他有些诗里是富有哲理的 这个谁都不能否定 其实我有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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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瞎感觉 我觉得这个汪国珍的诗歌 大概在199091年的时候 这个爆火在全国呀 你得结合当时的时代看 其实我倒觉得 他是就说 这个诗歌文学 开始走入大众化的一个标志 为什么我这么说 你看80年代的时候 最火的诗人是北岛 固城 杨炼 江河 我记得就是所谓 朦龙诗派 说实在话 要今天拿出来评价 他们文学界的人 也会认为 北岛固城的诗 绝对那比王国珍的高多了 对吧 会这么说 但是实际上 那个时候的火呀 我觉得他有一种精英的 一种气氛 说实在的 他们后来那个朦龙诗啊 那不是一般中学生 能看得懂他们说什么的 朦龙嘛 不知道在说什么 但是呢 他成了一个现象 就是很多人呢 包括那个时候 都是知识青年嘛 对文学感兴趣 成了一种现象 包括你看80年代 那个什么星星画展 这都是最后搞的现代艺术 甚至在这个美术馆 你记得怎么都开枪了 就这种东西啊 他特别火 但并不是广大的这个 广大人民群众 真的能理解 他在干些什么的 可是你看 汪国珍就变成了 当时的大学生和中学生 几乎人人会超颂的 会互相勉励的 而且你看啊 你要你要说呢 他是这个这个90年吧 就是刚刚他们那一波过去 有点真空 这次也有人提出来 这当时一时出现某种真空 所以汪国珍也有应运而生的性质 不是我觉得他最重要一点 还是刚才你说朦龙诗派 咱们就说诗歌其他的行业不设计啊 他是在内部 就诗歌界由上即下的 就是先是评论界认可 由上即下的火 文国珍是反向的 他是由于大即上的 对我觉得这个意思 肯定是看不上的嘛 对 我觉得他的诗再浅显 再易懂啊 再这个就是鸡汤 他不妨碍这些人将来 依然可以读深奥的诗 去读唐诗 当然当然 这是一个成长的一个阶段 他绝对是一种很好的实量 而且呢 你还是要看到当时的时代 当时 当时时代 今天也应该是这样 今天的人也应该先读一些这种 浅显能够理解 别上来都读那个 谁也看 连我都看不懂 他都怎么看见 为什么今天开始聊鸡汤 为什么鸡汤这词 汪国珍的时候不说 因为汪国珍那个时代 就是个鸡汤的时代 不光汪国珍 你记得还有个读者文摘吗 读者文摘 现在叫读者 后来又改成读者 那个火的 现在有哪个杂志 能发行几百万册 那为什么鸡汤那时候火 你要照今天看 也是鸡汤啊 也是鸡汤文摘 他为什么鸡汤那时候火啊 是因为这个国家大病出狱 你鸡汤什么时候喝 一个是产后 一个是大病出狱 你大病出狱 就得用鸡汤喂的 慢慢养过来 我知道 那用今天时髦的词 叫都是治愈系的 治愈系的 什么词 治愈 你看你老了 老了 治愈 有些玩意儿就是 抚平你内心的冲伤 但是你知道吗 我不同意 就是另外一种观点 就是现在我看 在评论汪国珍的时候 有人说他是 是说现代的 什么某某某啊 因为比如说 现在拍的一个 一系列 这个小清新的电影 因为他很符合 这个粉丝的心理 拍了一系列 赚了很大的钱 这个我也不明白 他们有人说 汪国珍是那个时候的 郭敬明 我就不同意 我就不同意 这个观点 我不知道 我没听错过 我是想说 你看 就是刚才那个 马尔士也说 他表里如意 我相信就是 他当时这个写 这也是完全是 发自内心的真诚 你可以说 比如说他的深美趣味 他的这种 没有什么沉重的历史感 然后他的流行 如果我们做一个技术分析 就是他的流行 有一些 有他的一些道理 比如时代性 比如说他的那个诗的长短 不长不短 正适合抄 是吧 你背也行 抄也行 你如果太长的诗 他又不好传送 所以我觉得我们 就是反过来分析的话 你能分析出几点 但是我不相信 就是汪国珍那时候 是出于揣测 大众的需要 我故意一遍一遍的制造 这跟现在的这些导演 或者某一些导演 完全不一样 现在他就是 我知道你是什么 我知道你想看名牌 你想看美女 我就给你制造 我不断的复制这个产品 对吗 一句话 汪国珍不是感情骗子 对 一向江三人行广告 之后见 咱们缅怀这个汪国珍先生 这还可以用他的 这个经典语录缅怀一下 而且你可以了解 那个时候的年轻人 被什么东西打动 你看 在这句子 你若有一个不屈的灵魂 脚下就会有一片坚实的土地 然后天还未黑 云怎赶灰 雨还未下 风怎赶吹 瓜还未熟 央怎赶哭 花还未落 树怎赶死 你还未嫁 我怎赶老 你看他有他的意思 汪国珍讲 他自己的评价 他说我的诗 虽然通俗 可以流传 这是他对他自己诗的评价 其实他对当时文学界 对他的一些恶评 他也是有点耿耿于怀的 但是他耿耿于怀 你知道他拿出来说事 有时候在一些公开场合 他说的这个事也被人议论 他说我的诗集 600万册 他说这个销量 不是说这个销量 就等于票房 还是说 这东西本身 他就用这个来说明 人民群众对我的诗的接受 那么这个按照某些文学家来说 就好像更不能接受 你用这个标准来说明你的诗好 那当然 这个公众肯定接受是第一位的 就是你是否容易 尤其诗歌 诗歌对于一般公众来说 还是一个比较高高在上的一个创作 这个题材 那么王国珍的诗呢 他我觉得他不仅仅 就是说一个浅显就能打动人 写浅显诗的人多了 他还是蕴含了一些道理在里头 你刚才你念的 我都没听说过 刚才说怎么着 你还没嫁 我就不 我曾看他 我觉得话说的太有意思了 你知道当时跟他还比较一样 就是习慕容 那时候都很红 习慕容比较适合情诗 我觉得王国珍是那种 就是这个跨界 友谊也行 爱情也行 习慕容有印象吧 习慕容是王国珍火之前的先导 先有了习慕容 很快 他俩有前后吗 我都不记得了 就是说而且你知道 这个东西还真是有关系 就是北岛顾城他们那个时候 老实说有点批判现实 反思历史的色彩 刚从文革那个时候过来 我不相信 对吧 王国珍那个时候 他很少批判现实 但是他提出了一种 好像理想 希望 这些个东西 正能量 正能量 而且就你刚才提到 当时就有一种 这种李彦杰 对对 虚孝 对 到处去演讲 讲的都是这种 正能量 对吧 一直讲到当时的蛇口 他那个正能量 跟这个有点不一样 他这个 就我刚才想 就我刚才说 不是这意思 他还有点 还是真诚的 创业 励志 你看他这里好多词 你跟他今天 不是老提创业吗 励志吗 他对 特对今天 就某些句子 很对今天的 年轻人的那个口味 我觉得 这个人类成长 包括我们每个人 都有幼稚的一面 对不对 你年轻的时候 都有幼稚的 谁也不是生下来 就成熟的 所以我觉得 他对这个 由幼稚走向成熟的 学生们 其实是一个 不错的一个过渡 我同意这一点 不错的一个过渡 比如说 比如说 以我的这个 所受的这个 诗歌影响为流 比如说我们以前 在学校里 学的诗歌 就是什么 一提一下 我叫大雁和 什么什么 我保姆是吧 什么什么 对 大雁和我的保姆 然后就是那个什么 胡小川 梦里回言 什么还有科研 什么周总理在哪里 就是这种革命 是特别长 然后后来呢 就开始 就是所谓朦胧式 但是那时候 比如说我高中生 或者刚上大学 朦胧式那些东西 对我来说 比如他那些 对社会 那个历史的反思 好像你对一个 高中生来说 又不是很能明白 然后有一些句子 是可以传递 但有一些 你又不知道 就是说 怎么来理解他 正好这时候 来了这么一组 是一个风格 就很容易接受 对 就是说 它是鸡汤 有时代性 但就像马先生 说的一样 鸡汤也有营养 鸡汤它不是 而且在那个时代 对 在那个时代 对对对 所以你要这么说 这个年代 那个时候 还有人管鱼丹 叫鸡汤 但是鱼丹 也有鱼丹的价值 你什么表情 对 什么表情 鸡汤 鸡汤